接下來我們關注到社會的焦點 就是新竹縣虎口鄉昨天晚上七點多 發生一起逃逸移工拒捕砍警的事件 而新北市樹林警局分局原警 在追捕一名被通緝的外籍移工時 過程中傳出原警遭到移工來砍傷 而現場一名試圖協助原警的移工 也遭到砍傷 而所幸兩名傷者亦是清醒 送往醫院治療 警方目前也已經將砍人的外籍移工逮捕到案 新竹縣虎口鄉16日發生一起逃逸移工拒捕砍警事件 新北市的樹林警分局原警在追捕一名 因為涉嫌妨害自由被通緝的鄧姓南外籍移工時 遭對方砍傷脖子傷口長達20公分當場見血 另一名試圖協助警方的移工也遭鄧嫌砍傷 而鄧嫌傷人之後快速逃逸躲在水塔內 17日凌晨1時許 警方逮住鄧南 依照毒品 妨害自由 妨害公物 殺人為罪等罪 將鄧南移送偵辦 接下來帶您看到的是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 每到下班時間其實都是車水馬龍 然後車流量是非常驚人的 不過有一位賓士駕駛 他在11日傍晚的時候 竟然無視原警的指揮 他想趁原警不注意的時候想要硬闖左轉 結果就被警員他是當場衝上前去肉身攔車 而當場將他吹哨逼退 那麼影片曝光之後也被網友大讚說 這位警員真是盡責 真的是帥爆了 賓士翔硬闖路口 原警拔腿狂奔以肉身擋車 台北市內湖區11日晚間 一名原警正在疏導車流 沒想到一輛賓士突然加速衝出 似乎想要硬闖路口 原警健壯立刻狂奔追上 整個人擋在兵士前方 接著用力揮動手中的指揮棒 示意兵士退回原本的位置 畫面被目睹民眾分享到網路上之後 網友們紛紛留言大讚 該名原警 這位阿瑟的快速回房真的帥爆 必須給這位阿瑟智商敬意 好 接下來看到資深藝人 易鼠華的兒子易寶紅 9年前犯下夜頂殺警案 而被易傷害致死罪判刑 9年2022年以往外衣間來服刑 近日卻被發現他返家探視期間違反規定 而目前已經被移回一班監獄來執行 而累計的188天縮行優惠將全數收回 資深藝人易淑寬聽著兒子易寶紅 在鏡頭前對他高唱 媽媽請你不請聽 但易寶紅恐怕又傷了媽媽的心 因為他188天的縮行優惠將被法務部全數收回 根據媒體報導 易寶紅9年前犯下夜頂殺警案 被判刑9年定驗 去年3月轉服外衣間 不僅相對輕鬆 縮行優惠的累計速度 也比待在一班監獄還要快 但他去年返家探親時 違規上網幫8大行業貼文廣告 還營酒聚會自拍 日前東窗事發後 不僅被法務部轉回花蓮一班監獄 不能再做爽牢 就連累計縮行188天也將被全部收回 法務部長蔡清祥強調 縮行制度是鼓勵在間表現良好的受刑人 讓其有機會早日回歸社會 但只要不守規定 依法也會取消 至於外衣間和一班間的縮行優惠速度差距 法務部會研究修正 彰化縣蒲岩香一名十七歲的少年 他在四日傍晚騎腳踏車返家途中 遭到了便衣員警 誤認為是逃逸的勞工來追捕 那少年以為自己是被綁架了 他奮力的掙扎 結果撞上了耕耘機 頭破血流縫了十七針 事後彰化縣警局 雖然火速進行了懲處 但是知名律師呂秋元卻痛批 這三名員警至少涉嫌 妨害自由傷害罪等等 他也說願意免費幫助這位少年提告 讓司法還他公道就好 不需要這樣無謂賠償 少年莫名遭攔下 一群便衣警下車後狂追少年 少年不慎撞到耕耘機 之後竟發現警方抓錯人 彰化縣蒲岩香一名十七歲少年 三日騎著腳踏車要去種田 竟遭一群員警認錯人 當作逃逸移工逮捕 其中一名員警緊緊勒住少年的頸部 另一人更使勁拉扯腿部 將他壓制在地 少年以為自己遇上綁匪 不斷大喊救命 我又沒做什麼 不要抓我 此時警方才出示政見 但為時已晚 少年在抵抗的過程中 頭部撞上根雲基 當場血流滿面 送衣後縫了十七針 據了解 該名十七歲少年出自單親家庭 母親來自東南亞 他乘著暑假打工要幫忙家裡生計 不料遇上烏龍事件 針對這起案件 警方坦承在執勤過程中 沒有帶密露器 未穿制服 也沒有出示任何警察證件 執勤的時候有疏失 事後彰化縣警局雖然火速進行懲處 但知名律師呂秋遠痛批這三名員警 至少涉嫌 妨害自由 傷害罪等 願意免費幫忙少年提告 讓司法還他一個公道 接下來帶您關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前主委 謝曉昕 他涉嫌職場霸凌以及性騷擾案 在今年一月已經遭到了免職 而監察院日前也通過了彈劾 謝曉昕糾正原能會 將移送懲戒法院處理 監察委員葉大華王美玉 在今天上午舉行記者會 說明謝曉昕 涉職場霸凌及性騷擾一案 葉大華表示 謝曉昕涉及工作職場霸凌 性別歧視 並且他與秘書午餐 也違反了當時的防疫規定 此外 謝曉昕不僅經常大聲斥責部署 還曾經因為某位國會聯絡人主任 因為眼疾去開刀 卻包扎一眼遭到了謝曉昕以髒話喝斥 葉大華補充 本案凸顯機關首長 欠缺相關性別平權以及人權意識 被害人迫於權勢差距 害怕申訴後失去工作 最後只能選擇迎任或者是自行離開職場 因此建議行政院會同相關部會 重新檢視申訴管道 調查處理以及輔導教育等機制 並盡早完成姓平三法的修法